老师现在拉进来这个转场特效 它放在这个中央 所以待会播放的时候 它会是一人一半 OK吗 这是我们一般对转场的认知 就是它是一个过场效果 所以它会让前素材以及后素材一人一半 所以你就会看到这种效果 这种感觉 这叫转场特效 来 那微短中呢 转场特效是这样分的 它的转场特效其实严格说起来 应该有四种 有四大类的套用方式 有四大类的套用方式 这四个 前置 后置 交错跟重叠 交错跟重叠都是置中型的 唯独前置跟后置不太一样 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直接透过像这种随机淡化 或我的最爱转场套进来 如果我是用手动脱衣的方法 怎么样去营造出前置 后置 交错跟重叠的效果 你看喔 老师如果现在要把素材拖进去 他的YESC不想理我了 OK 等一下 我先把它截掉 好 来 卢哥老师现在把它拖进来这里 按住单换这一个喔 当我拖进来的时候的动作是 不是放中间 而是往前放 OK吗 往前放 它叫做前置 转场特效 往后放叫后置 转场特效 来 什么叫前置 好 老师往前拉了 往前拉的意思代表着当你在播放的时候 前素材跟黑画面进行过场 它跟后面素材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当你播放的时候才会跳出后素材 看懂喔 就叫前置 好 再来划删掉 再拖一次 如果放后面 那就一样的 当你在放印的时候 前素材无关 突然间跳到后素材 但是后素材是从黑色过场进来 我记上听得懂吗 你可以把它放到中间 设定前置跟后置 但是通常在中间比较少会这么有 那为什么会设计前置跟后置呢 给片头以及片尾用的 知道吗 它是给片头最前跟最后用的 因为当你播的时候会从黑色进场 当你播完这个影片的时候是由黑色 就是现在画面过程到黑色 等于是有点那种效果就会带出去了 所以前置后置的用法其实是针对 不是中间的 是前或后用到的 前或后 好 再来 那老师如果把它拉到中间的时候呢 当然是针中间 可是因为这是我的电脑 我自己的机器 所以我做了改正 我改过它了 我改了什么 当你拖下来的时候 预设是什么呢 好 我们上面可以看到九宫格的地方有两种 一个叫交错 一个叫重叠 这两个都是同时的播放 同时间的播放 而我把它改成了交错 它原本是重叠 好 老师把它改回来 来喔 怎么改 到上面齿轮的图案 按下使用者的偏好设定 你进来之后呢 到上头的编辑 编辑 好 来 这边有一个设定预设转场特效的行为 我把它改成了交错 好 老师们改回重叠 你把它改回重叠 来 确定 当你把它改成重叠之后 你看喔 我现在长度的感觉是这样 总长度我们看一下 来 会看时间吗 这个 时间 好 第一组叫十 第二组叫分 第三组叫秒 最后一组叫画格 也有人称为隐格 台湾叫画格或隐格格字啦 国外叫friend F-R-A-M-E 英文 对岸叫针 林娜影片拍了几帧啊 然后就是他讲的就是画格律啦 听到我 它就是那个几帧几帧 好 那画格律是什么呢 他其实最后的 他最小组成单位 他就是照片 他就是照片 一张一张的图片 那一张一张的图片在一秒内 快速播多少张 好 以台湾来讲 台湾的国际标准规格 在影片的媒体的国际标准规格叫NTSC NTSC 那中日韩都NTSC 欧美地区是PAL 24格我记得 2425啦 就有格子不同 台湾的话呢 美官方说法是29.97格 等于一秒钟 可是这个数字太多了 太难算 现在都统称30 听懂吗 所以30格为一秒钟 那台湾的是NTSC 所以官方是30格 画格率越高 您的动作越细致 所以像GoPro啦 空拍器啦 它的画格率现在都有到60啦 70 像iPhone也可以拍到70 慢动作的画格率也可以增加 所以慢动作画格率要更多更漂亮 所以这是观念 所以我们看一下时间喔 我的总长度的时间是36秒09格 OK好 我现在加转场特效 但我的转场特效用的是重叠 重叠 所以你看喔 按托放 你会发现影片有动一下眼 好神奇喔 然后你看总长度 它会变短 刚知道 36秒09是不是 现在是3409 发现硬生生少掉两秒钟 好 为什么 来 这是观念 你点一下那个 就是转场特效 我们上方有功能叫修改 修改 好来 你现在拉进来的这个转场特效 我们称之为重叠 老师刚第一次的叫交错 好 重叠的转场特效会影响总长度 交错的转场特效 不会影响总长度 听懂吗 好 那重叠的转场特效意思是什么 假设我的素材 前素材是5秒钟 后素材也是5秒钟 其实这两个素材在播放的时候 如果没有加上转场特效 它应该是10秒 可是你加了转场后 例如转场占掉2秒 它会取用上方的2秒 跟下面的2秒 所以总长度就会变成8秒 因为2秒会被吃掉 听懂吗 就叫重叠 来什么叫交错 交错就是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 所以本来是5秒钟 这也是5秒钟 但是我的转场用到了2秒 它是一人取1秒 所以total总长度还是10秒 这一次听懂吗 为什么我要讲它 它真的很重要 因为威力导演所有的版本 一直以来都是预设为重叠 如果使用者不知道这件事 他每次拉转场下来 他都会觉得很奇怪 秒数为什么都会少 所以我遇到很多user会问我说 老师我现在放了100张照片 每一张照片停了5秒钟 我算好了 它就是50 500秒 那我这首歌刚好播完 就是影片刚刚好做完 像做婚礼影片 告别式影片 或者是像一些活动化续型的影片 都会是以整首歌播完为主 所以我这首歌播完了 我的影像都应该播完了 可是当它加了转场后 影像会呈现不够的状态 那不够的状态都是因为转场的秒数少了 这样知道老师的意思吗 很重要哦 来怎么办 如果是单一个 你就点它按修改 后找交错 好擦擦掉 它就回去了 听懂吗 不然呢 就是直接到上头去把预设改掉 预设改掉 OK确定 那不改也会怎样 这时间会少 你知道吗 你就自己要懂 为什么会少 是因为转场特效吃掉的关系 好吧 这是说明一下 好 所以现在拉下来的话 通通都预设为交错 就不再是重叠 这样知道的意思吗 所以这个很细哦 这是微导中非常细利的工具 那微导的转场特效 在套用的时候 有四种行为模式 这个要搞懂 好 来 你们试试看 你们应该拉下来就是重叠 应该就是重叠 老师们可以看一下